今晚会和大家看2013年的第十条 看一看题目就会讲到酵酸Oxygen Fuel Cells 之前我们看这题目 我想和大家讲到酵酸Oxygen Fuel Cells的重点 首先是设计是这样的 留意是Hydrogen、Oxygen 所以叫酵酸Oxygen Fuel Cells Hydrogen是在做酵酸Oxygen 所以它在酵酸Oxygen 然后Oxygen是在做酵酸Oxygen 就是酵酸Oxygen 而中间有酵酸Oxygen 就是用酵酸Oxygen 留意就是酵酸Oxygen 就是酵酸Oxygen Hydrogen不是直接脏酵酸Oxygen 所以它有酵酸Oxygen 它是这样的 因为如果我们就这样 留意是酵酸Oxygen 它是H+, 但是它是酵酸Oxygen 所以我们说它是酵酸Oxygen 所以我们说它是酵酸Oxygen 然后在酵酸Oxygen 然后Oxygen 然后Oxygen 就是酵酸Oxygen 就是酵酸Oxygen 就会变成水 所以你会看到 它有什么充分 因为它只有酵酸Oxygen 所以它是酵酸Oxygen 因为氧氧和氧氧都是氧氧 不容易处理和交流 如果要交流的话,要将氧化 而氧化需要用力 和氧氧都能处理 氧氧便能处理 所以未必容易处理 另外,氧氧也是很贵 因为氧氧是用了绿氧化 相对上是比较贵 而且刚才提到 要将氧氧和氧氧化 要用到很多能量 所以价格也会高 我们可以看看题目 首先 氧氧氧氧可用于氧氧 用于氧氧氧氧 用于氧氧氧氧呢? 刚刚说过 氧氧是氧氧化 要记住 然后写一下 曝光 在每个氧氧氧氧氧化 用了方向氧氧氧氧氧氧化 N,E就是H2加2Oh- Burada變成水,而而E就是O2,e是O2,所以就是O2,O2,所以全部變成H2,O2, Gain this electron And then become hydroxide 這兩條的半個環環 And then, 排斥C Some people have to view that cars powered by hydrogen oxygen filter are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than those powered by petrol And then, command this view from each of the flowing aspects 那我們現在說明在這些 aspects去看 Source of fuel 分别是H2 和O2 留意我去获取H2 和O2 究竟是否環境友好 我们先看Hydrogen Hydrogen可以在哪里获取呢? 有几个方法获取 第一个就是Electrosis of Sea Water Electrosis of Sea Water 就可以获取Hydrogen 另外呢 又或者Petrolium 做Craking的时候 也可以获取Hydrogen 留意这两个方法 有好处有不好处 例如海水是新生素 但如果用Fosifil 它是一个不新生素 就不可以了 所以这条问题 其实它是接触的 认识和不认识也可以的 就是 Can be obtained from renewable source 例如什么呢? 就是Electrosis of Sea Water 又或者它做Craking的时候 Produce from Fosifil 是不认识的 所以认识还是不认识也可以的 而Oxigen 就是由空 是新生素 所以就 即是随便是一样的 然后是Car Emissions 那它放出什么呢? 我刚才这里提过 当我使用的时候 其实它只是放出水 所以 是非生生素 所以 你就可以回答 Only water is produced 所以 就是一个 環境適合的 细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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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 细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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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